其實 我不知道有沒有聽到的節目 我在星期一 六月三日的時候 在網上按 網上申請回鄉卡 我就填了一些東西 然後我預約 因為他說是六月四日有的 我六月四日就是星期二那天 就去了沙鐵城門上面 我約了9點至9點四個約我 我九點鐘上到去 然後我問你拍照什麼 還沒拍照 我就在旁邊拍照 他簡直是有的 即場有的 拍完 他和我都做了 但是他給了一萬萬 他十五分鐘才給了我 九點三給了一張照片 他一給了一張照片 我就進去用我的手機 錄影 真是 很快 然後他給錢 我下樓 上回我的車 是9點28分 是啊 很快啊 真的 我都是最近做的 是啊 我都過了一段時間 然後就跟我說 在六月四日 拿回鄉上來 在網上卡就可以了 不用見人的 你拿 只要拿各位網友 不用見人的 一部就要去做 超過這麼多人 自動的 去問 喂 看L你什麼時候會搞兩團 我不知道 但是 不要說兩團算了 第一步我們先搞一個回鄉卡 哈哈哈哈 我們現在搞一個第一步了 我們向著這個鄉格里拉 向著這個昆盟山 又進一步了 準備的賞加利拉 進一步了 是啊 其實首先呢 我應該在十月我會去日本 九月我就未必會去希烈的了 但是八月我可能會有六日搞一個大約是八至九人 但是我已經有腳了 你們不用報名的 其實馬拉拳 可能是六日五夜 什麼時候啊 八月 八至九人 其實 maximum就去到十一人 為什麼呢 因為我會抓到十六人的小朋友 那個導遊 司機坐得舒服一點 八至九人 為什麼八至九人 因為要多點吃東西 如果兩三條一去就吃不到東西 沒什麼東西吃 兩條一去就飽了 兩條一去就飽了 你們要試一下尾 什麼忙不了啊 那些我已經不會招呼外人的 這些團